唐小姐 浮沛拿外送 恭喜你成為 時尚超超們感動幸運人 Woo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快點快點讓我們聽 我想說我今年要做一個沒有的感覺 什麼東西 沒有做 掰掰 你們是誰 我們是Vogue的團隊 聽說你是今年的看秀嘉賓 還不趕快讓我們進去 掰掰 不行不行不行 進去我幫你解釋一下我們這次的計畫 欸我現在不能拍啦 不會啦 你現在很完整耶 比我想像多的好很多 比如說你們時裝週 對 我剛好在看時裝週的東西 這麼巧 你在看什麼 你們會通靈 然後就是我今年第一次被邀請 然後我就想說 可以做一下準備 我就很緊張 就自己會就是Undestress之類的 對啦 你這次的CIA其實穿的很漂亮 我有看到有人穿一個大漏背裝 對因為我以前的風格比較 你知道就是淑女風 所以我這次就想說 嘗試要大膽一點 就是我有在參考一些 就是你們這次一些比較帥性 然後就是帥氣 然後可能比較浮誇一點的東西 我是不是很認真 也太認真了 我是很認真的看在這次的活動 我很緊張 我人生第一次參加時裝週 雖然今年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在家裡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很認真地看中這次的活動 看我還做了一些刷裙的感覺 但是像這個就比較 比較淑女一點 我這次比較有點想要追求 就是可能比較特別帥性一點的風格 可以露一點腰 露一點背 對啊 你想看我的手機 我手機還有 好啊 讓我看一下 這首就可能比較像我平常會穿的風格 超大露背 可不可以麻辣嗎 我很喜歡露背 對 很適合 對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有點無聊 這比較像我平常 我想說我可以試一下 就比較帥的感覺 像這種的 一直很想嘗試 對啊 或是像Janny的風格 我也一直都蠻喜歡的 就是 就榮譽 榮譽 榮譽感的 我想說我今年要做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不然好像有點無聊 看起來你功課做得很清楚 是的 不過你有聽到我們剛剛說什麼嗎 什麼什麼什麼 幹嘛 你們今天為什麼要來拍 我們今天 就是恭喜你成了我們的 時尚改造幸運了 什麼意思 你功課不用做這麼多 因為我們都幫你準備好 我白準備了 沒錯 我們這次還特別邀請到 非常厲害的設計師 要來幫你做一個大改造 然後可以依照你想的就是 改造成比較歐美 帥性又辣的感覺 此刻right now 沒錯 而且就在你家裡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剛剛有你最常帶的地方 錄 攝影區 有看到嗎 什麼東西 沒有錯 我們這次邀請到 Jocelyn老師來幫你做一個大型 你怎麼辦到 你們怎麼辦到的 哈囉 我是Justin Jocelyn 不要 今天Vogue邀請我來幫你做一個大改造 對 希望你有一些不一樣的火花 我受寵若慈 你要不要進一步看一下衣櫃上的東西 今天呢 幫你準備的是我們 這個牌叫Luxury Garbage 它其實都是用所謂的二手衣 或者一些Vintage 或古董衣 重新結構再造 那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它是只有一件 它只有一件 像這個我自己覺得很有趣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知道那個櫻木花道 櫻木花道 對 它是櫻木花道的原型 叫Dennis Rosemond 就是其實很像是一個奇才啦 那是我高中的偶像 所以這件衣服我96年買了就放在衣櫥 一直到今年才把它重新改造像是一個洋裝這樣子 哇 那另外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可以看一下這個 因為這個系列是跟我的 是口袋嗎 對 全部是口袋 所以你可以看一件 褲子就有兩個口袋的話 這邊用了多少件的 這全部是襪 哇 我看出來了 它這邊有那個關節的那個部分 對 關節這邊就是肩膀 另外還有一個我覺得也很特別的是這個 我剛剛就想說這一塊是什麼 它很難想像穿上去的感覺 它的氣勢是一個 我很難以想像我如果要駕馭 它其實一開始它是一個就是所謂的 防塵袋 就是你買衣服會送你一個防塵套 對 我剛剛就以為它只是一個防塵套 它就是 對 但是它其實穿上去會變成一個洋裝 就回到我們的叫所謂的luxury garbage 就是什麼叫luxury 對我來講第一個大量的手工 第二個就是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會 我覺得我幫你搭配的這個衣服也是這個概念 把不同年代 然後有可能是完全不可能聯名的 完全不可能這輩子都不可能聯名的商品組合在一起 這是所謂的Chanel最有名的tree jacket 真的Chanel 然後真的是luxury的一個像是教練外套 然後把這個領子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原本的領子 對 它是一個夾克領子 對 它是夾克的領子 我們把整個夾克然後做成一個澎袖 所以它有點古典但是又有點現代 然後旁邊這個鐵鏈 我們希望讓它女生有點衝突感 就是有點像是龐克的感覺 比較酷的是待會這個之後 我會給你搭配裡面有一個小可愛 然後這個是 這不就是你剛剛說的 就是露一點肌膚線條 然後又辣的感覺嗎 我真的很喜歡露背或是露肚子 這可能鏡頭近一點看可以發現 它全都是古董扣子 還有包括非常多Chanel它的背口 所以我們整個品牌是現在時尚 我們在講永續時尚 那就是所謂有故事性 然後能夠upcycling 能夠持續 這個才叫做現在的永續時尚 那Just in Case其實在2015年成立 那到現在我們差不多7年的時間 我們在19年的時候在巴黎 成立另外一個品牌 叫做Luxary Garbage by Just in Case 所以這個系列的單品呢 它其實都只有一件 它就是所謂的one of a kind 就是沒辦法被複製的 那把不同年代的東西組成 或者是把不同國家的一些單品 我們收集到的組成 會會變成一個我覺得更有趣 那讓永續時尚 不是只有環保這個訴求 能夠更能夠有延續下去的故事 然後更多有趣的DNA在裡面 把這90年代Chanel的一個所謂的Tree Jacket 跟90年代的LV的一個教練外套做組合 那因為Chanel的Tree Jacket 是非常經典的一個單品 大家通常會覺得是抹像子的女孩子 會穿這樣子的一個風格 那另外這個LV的男生是一個教練外套 所以是男裝加女裝把它拆解成三件 那裡面比較好玩的包括像是 裡面他們附一個像是小可愛的Block Top 像是上面有縫著大概有100多顆的古董的 包括是背扣 然後輔料 就是一些Chanel他們其實不用的一些 要來補丁的布料 我們都把它做一個組合 所以我覺得裡面比較好玩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衣服本身創造一個 經典的一個符號之外 讓它的輪廓有一些變化 那也符合比較保你的需求 希望能夠露個腰身 然後也可以讓它這個比較修長的身形 透過這樣的剪裁 然後讓它的優勢比較明顯一點 寶妮如何? 你還滿意我們這次校門的改造嗎? 超滿意 而且我就是非常訝異 它在我身上的象徵效果就是這麼好 完全不一樣 我完全無法想像我駕馭得了這種衣服 其實真的很喜歡這一件上衣耶 就是它沒有臃腫的感覺 因為我原本想說它這麼厚的布料 感覺上升會不會看起來 就是讓我看起來很腫 但是它就是意外的就是有一種修身效果 其實很清爽又很俐落 對阿 就跟我給你看的那個圖還滿類似的 那老師呢? 老師覺得這次的改造你還盡興嗎? 我覺得很棒 而且跟我想像一樣棒 我覺得原本因為我有看寶妮的一些照片 就是滑了一下 我覺得它的臉型各方面的身材比例 我覺得基本上跟我們時候發的一些model差不多 或許我們下次在國際時光發表 可以聽保齡集群 那這次就是10月16號晚上7點呢 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一樣盛裝打扮著 儀式感一起看秀